车辆好端端停在白线内 却无故遭民众检举 花莲市一名王姓女子 二日上午被警方电话通知 停放车辆的位置 可能挡到民宅出路 请王姓女子协助移车 但当时是自己儿子在使用车辆 所以不清楚车子是不是停在违法的地方 找到车后却发现车辆停放的地方 是白线内合法停车处 而且并没有阻挡住户出入 让她非常不理解 事后发现停车处的住户 在其他车辆移走后 就会将自家报废脚踏车停在白线内 锁上勤务停车的警示牌 放在马路上当起了路霸 也有店家违规放置物品 像是三角锥在白线内不给民众停 对此警方也表示会开拔 那警方会以道路交通管理 主发条例 并以高发财发 放置路障物品者可以处行为人 或雇主新台币一千两百元 到两千四百元罚还 白线内却不能停车 实在让民众很难接受 记者六级交理 亭熙花莲采访报导 三角锥在白线内卧 在两百元 一千万 非常好 四百元 四百元